他也不能强迫你 那这个模拟选票会不会给造成混乱呢 让选民 对 因为他对选票上不光是总统 还有这个州 因为很多选民嘛 可能对这个总统这个事情非常关心 他知道是有欧巴马 还有这个麦克恩 他另外还有其他党的选举在里面 但是他州他不一定知道 比如说你这个 谁去做众议员 他可能不清楚 也有那个这个 这个共和党民主党这些组织 就担心了 他弄混了 所以他把那个标志 标得很清楚 就说你应该投这民主党 当然具体你投水 那是由你来决定 就是有点像是投票指南似的 对 那我们知道您说到的这个 所谓的 ballot 就是这个选票上面 除了有总统候选人的这个选择 还有就是地方官员 有的时候是代表你这个州的 国会议员的选举 还有就是比如州长的选举 还有地方行政官员的选举 没有州长 参议员 参议员 众议员 那另外有些比如说地方州的问题 也许比如说像议题问题 又是会加进去 对 比如说像维基尼 这个他有 比如说这个县 这个Fairfax的县 他上那个投票上 那个选票上 会有关于 就是当地是不是应该 借钱去这个维护这个公共公园 也会在投票上 公路公园 公共公园 公共公园 公园对 说到公共公园 我们知道 在地方的这个就是行政拨款上面 一般来讲 比如说投资教育啊 投资这种公共设施啊 所以呢 对于像投票设施 这方面的资金投入好像就退居第二位了 但是我们知道在2000年 戈尔当时民主党的候选人戈尔 以前副总统和布什 他们在竞争的时候 曾经出现过投票设施 出现了造成的混乱 那当时还有就是说 这个投票的方式啊 计票的方式都造成一系列混乱 之后有很多州提出来要 就是改进他们的投票设备 那我们在这八年来 有没有看到一些改进呢 做了很多的这个努力 就联邦政府也给了一些钱 因为这个决定权是由当地的 但是联邦政府就说 他可以说如果你要改变一下你设施 我们给你给一些钱 但是从报道来看的 还是还有很多的问题 而且各地的投票设备不一样 是不是 有的是打孔的 还像以前那样的 还有的是描黑窗 有的是电脑触摸式的 还有是拉杆式的 对 比如像电脑的话 别人很担心 就是你按了 你并不知道你是不是按了 那个是不是他给你记录 是不是起作用了 对 所以就有这种 或者是软件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讨论很长时间 但是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没有就是完美的这个设施 任何一个方法都有一些问题 说了这么多 美国选民这么积极地踊跃去投票 然后起个大早赶到投票站去排长 对 两位主要候选人做最后的冲刺 可是美国的民主选举 并不是直接选举产生的 这个总统选举 对 怎么回事 因为他这个他有个选举院 也就是说那个这个五十个州里呢 就是四十八个州都是 就是说谁比如说谁赢了 就把那个这个州分到 赢者通知 通知对 就是即使你是五十对四十九 你也全能拿到 所以从这个意义讲呢 就是说有可能 比如说在这个 如果你把整个的选民 那个数算出来 这一个候选人呢 赢得这个整个的选民 但是他输掉这个竞选院 那这种可能是有的 但是这种情况出现并不是很多 所以它是间接的 美国有很多讨论 是不是应该把它去掉 因为这个制度 是以前的制度 当时是为了保护 小的州的那个权益 那现在看来看的 已经没有那个必要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制度是以前 以前是很难改变 为什么很难改变 我们又知道 这个通常称为 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 或者说叫选举团制度 其他的民主政体 根本就没有效仿这样的做法 因为他要 那个宪法要修正案 现在修正案非常困难 比如说他这个 要整个的这个投票 另外那个 就是三分之二的州要同意 那你就比如说 你要是小州的话 你就肯定 一般情况你不愿意 因为你觉得这个小 这个方法 对你那个小的州的话 利益比较最好 所以非常的困难 你可以看到 美国这个宪法 修正案的这个数量非常小 就是因为它这个 非常难改 所以大家可以经常 在谈论这个问题 但实际上作解非常困难 我们看出来没有任何人 现在希望这个在 就真正去去改变这个 虽然说有很多的抱怨 说到今年的这个 2018年的两位 主要政党代表的竞选 奥巴马和麦肯恩 现在最近一段时间的民调 都显示奥巴马会领先 七八个百分点 您觉得最后的选举结果 如果可能和民调的结果 不相符的话 主要原因会出在哪方面 那个学者谈论最多 说布拉德利这个效应 布拉德利效应 对 就是说呢 因为这个奥巴马是黑人 非洲裔的美国人 那么以前呢 出现过这个现象 就是说民调好像显示了 一个非洲裔的美国 这个候选人在领先 但结果最后开票以后 结果不一样 您说到的 对 布拉德利效应 还是想跟我们观众解释一下 就是1982年 在加州竞选州长的时候 洛杉矶市的黑人市长 对 他在民调当中是遥遥领先 但是最后的时候 选民把选票还是大多数 投给了白人市长 对 所以就是有一个最后的 好像说 大家非常大吃一惊 对 所以这叫布拉德利效应 当时人们觉得是有 这个种族的因素在那里 对 因为就是说呢 可能民调的时候 比如问的时候 他觉得好像从政治观点的话 说不 说反对 非洲裔的不太合适 但是实际上去那个选 选票的时候 真正投票的时候 他没有这样 但是呢 一般的分析认为呢 这次大概不会出现 因为很重要一个原因呢 就这个经济的这个问题 非常严重 然后呢 大家认为呢 就是说这个种族问题 可能会往边上推一些 但是我们都 所以说 大家很兴奋 因为就要看这个 到晚上看那个投票结果 所以有一种说法 说民主党这一次 无论是推出了 哪一位的候选人 都有希望胜出 对 因为他胜在 不是说这位候选人有多强 而是胜在 布什政府八年来的政策 有多么失误 对 因为美国公众基本对这个 不是这个八年 那就是后几年 因为他毕竟 他投票让他连任了嘛 但是这两三年 对这个 过去的也非常的不满意 所以这个形势呢 这个大形势 对共和党不利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 预计的说 不光是这个总统 还有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 有没有这个民主党 整个全都赢掉 这个众议院和这个参议院 所以你看那个McCain最后在讲 就说的 不要把这个票都投给共和党 民主党 说这样对美国不好 好的 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今天我们进行 美国总统大选的特别报道 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 政治学教授万明先生 就相关问题呢 进行分析和解答 也欢迎您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下面是参议节目讨论的具体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 请您先拨10810 或者拨108710 再拨8668375161 顺便提醒您呢 美国之音会全程跟踪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情况 您除了可以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之外 也可以直接登陆 美国之音的英特网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同时浏览其他的最新报道 以及音像文字资料 我们的英特网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我先邀请浙江的史先生来参加讨论 浙江史先生您好 请讲 史先生请讲 您大一点声 我听到很小的声音 史先生 您在我们节目里了 请讲话 嗯 史先生可能已经不在线上了 一会儿能不能 那我们接听下一位 也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听众 广东的张先生 您好 请讲 广东张先生您好 请讲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我觉得美俄人民是信念的 他们能够显示自己心目中的领导员 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连最基本的投票权 就是选举权都没有 我觉得是一个莫大的悲哀 我记得 胡锦涛今年春天在日本访问的时候 在参观一所日本小学被小学生问到 他是怎么单算中国的领导员的 他面不改色 毫无惭愧的说 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通过代表人民 把他选出来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如果说有谁选了他 就是几十年前 已故的邓首平 一个人一张票 把他选上去了 我们中国十三亿人民 并没有把他选上去 也没有通过所谓的人民代表 选上他 谢谢 好 谢谢您张先生 说到美国这个总统大选 我们刚才谈到了 就是比如投票站 从一早 大部分我们知道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东部的 一般投票站是六点钟就开门了 然后一直开到今天晚上七点钟 那联邦的雇员呢 甚至有可能说 你的工作时间如果长 进去转角后我们在这边 在哪里就行了